人家焦點要帶大家來關心愛國者F16 真的能夠幫助烏軍馬澤倫斯基 現在正在擬定停戰計劃嗎 我們來看到 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烏克蘭前線換了新的聯合部隊司令 在烏東終於重新站穩了陣腳 但是烏軍在這個盾內刺客州的恰西夫亞爾 你從畫面上看到的這個地方 他擋住了俄軍的攻勢 把俄軍趕出了盾巴斯運河區 同一時間美國正在居中的斡旋談判 要讓以色列轉讓八套愛國者防空系統 而且烏克蘭期盼很久的F16戰機 準備要運抵戰場 不過就在這幾天 我們來看到俄軍是動用了包括 必修導彈在內的高精度的武器 打擊烏克蘭計劃要部署F16的機場 俄軍被攔截的導彈當中發現有極速導彈 專家認為說有這種 西代極速導彈的巡航導彈就是為了破壞 烏軍他在機場的跑道 目的就是要削弱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F16他的戰力 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來 俄軍他的精準的打擊還有偵察的能力嗎 金雯哥 其實俄武戰爭打到現在 像地面戰的話形成一個僵局 特別是大家反覆在一些前線一些 這個機戰的熱點 反覆在那邊爭奪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雙方都付出很大 裝備人力的代價 尤其對烏軍來講更是比較困難 尤其是這一陣子 俄羅斯的空中部隊 不斷地利用高精度武器 還有滑翔炸彈無人機等等 讓烏軍雖然戰線沒有後退很多 但人命的損失其實比較大 也因此對烏克蘭來講 他就是過去幾個月來 不斷地要求北約和美國 供應更多的防空系統 能夠讓他的這個防空網重新編組 能減緩俄國對於空中力量 他這種優勢性的這個碾壓 也因此就是美國也想辦法 從各個盟國朋友圈裡面 讓更多的包括愛國者系統的 等等防空系統 能夠更多的運送到烏軍這邊 除了確保他這個部隊的安全以外 其實更重要的就是 提供一個他未來F-16 進駐烏克蘭更好的一個空中防禦保障 但我認為 像空軍的這個運作來講 是非常需要依賴機場的有效運作 尤其是機場它佔地很廣 它的目標非常的明顯 而且對於軍機像F-16這種 不具備短產起降能力的飛機 它需要一個比較長的跑道 然後飛機運作 你還需要油庫 你彈藥庫 試想你沒有油彈 你這個飛機升空也沒有什麼用 你也沒辦法有效升空 原始那麼長的跑道 油庫 彈藥庫 對於你飛彈要攻擊的話 你的目標是很明確的 原始未來二軍一定會持續運用 包括群役飛彈 高精度的各種飛彈 甚至極音速武器 持續打擊這些機場設施 讓F-16即使進駐 你也沒辦法有效以大兵力運作 而且我過去其實參觀過空軍 所謂的跑道搶修相關的操演 試想過去以來很多人說 這個跑道雖然容易被攻擊 但我們有修復能力 搶救包 搶救機具 人力等等 但我看過他們搶修 譬如說你現在模擬跑道被搶修 擠個蛋坑 但你這時候要相關的機具 特別是推土機 挖土機 還有這個彈藥處理人員 他們弄弄弄了 你大概大半天你才能把跑道 稍微整修好 但你整修以後 如果人家又來一波攻擊 你是不是要花個五六小時 繼續整修 原始這個空軍基地的跑道 其實對於飛彈 特別它部署所謂極速彈頭 很容易癱瘓和干擾的運作 因此對於烏軍來講 俄軍的這些飛彈 對他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如果沒有辦法提供更好的防禦 即使你F-16來 你也很難扭轉你空中的劣勢 這樣被動挨打的局面就不容易扭轉 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人認為 我目前需要提供更多的飛彈進來 讓你這個作戰 提供一個F-16更好的一個庇護所 好 不過我想請教劉老師了 因為剛剛我們說到 美國現在居中斡旋嘛 要以色列轉讓這個八套愛國者防空系統 那拜登政府要拿什麼來換 是 昨天的金融時報 它也有相關的一些報導 就是在指稱就是說 美國 烏克蘭跟以色列 他們在進行一個相關的一些協商 就是要提供烏克蘭提供基辅 大概愛國者的一個防空系統 那如果這個事情成真的話 可能就是以色列把這些愛國者的防空系統 先運到美國 再由美國運到烏克蘭那邊 那當然就是說 也有觀察者熟悉談判的這些專家 他會提到就是說 似乎他們三邊現在已經在進行 某種程度的一種協議 意思也就是說 似乎是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共識 那如果這個訊息屬實的話 它等於就是說 會一定程度的挑戰 以色列跟俄羅斯之間的一個關係 因為以色列跟俄羅斯之間 它基本上是一個若即若離的 一個盟友的一個關係 但就是說 美國一直試圖希望能夠去說服 說服以色列 說服以色列在這樣的一個 武器支援的一個面向上面 美國就會不斷的跟納坦雅胡說 其實俄羅斯它現在跟那個 伊朗的關係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論述 去挑撥俄羅斯跟以色列之間的一個關係 那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話就是說這個部分對於以色列來講話就有一定程度的一種猶豫 因為以色列也希望能夠藉由俄羅斯去某種程度的去牽制敘利亞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決策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決策到底會如何去做 我覺得或許還有一些些的一些懸念 那但就是說如果金融時報 它的一個報導屬實來講的話 也就凸顯出以色列做了相當程度的一種讓步跟妥協 等於就是說美國勢必要去還以色列的一個人情 那當然就是說現在以色列它在乎什麼東西呢 大概是在20號的時候 納坦雅胡其實就有嗆美國說 美國扣住了他們很多的一些武器跟彈藥 那所以這個部分來講話就是說 如果今天以色列願意去配合美國提供愛國者相關一些系統 給基辅來講話 那是不是美國在這整個彈藥或武器上的一個提供來講話 可能某種程度要去滿足以色列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一個也是在前幾天的一個報導 也就是說納坦雅胡接受一個媒體的一個獨家訪談的一個時候 他也說這個以哈這個戰士 大概現今慢慢可以畫下一個休止符 現在的一個重點就是要去全力的去因應 北方的一個黎巴嫩真主黨的一個遊擊隊的一個侵擾 那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納坦雅胡他也有相當程度的提到就是說 他對於美國所支持的一個以哈戰爭的一個停戰協議 他是有部分同意的 那當然就是說美國對於以色列可能要集中力量 去對北邊的一個黎巴嫩真主黨遊擊隊的一個侵擾 去進行整個這個因應的過程中間 美國會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壓力 因為如果這個局勢已經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可能會比2006年這個黎巴嫩的一個戰爭還要慘烈 所以我會認為就是說 美國應該也會去按耐住這方面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情勢 希望能夠去藉由外交斡旋的一個方式 去跟黎巴嫩的一些真主黨去做一些相關的一些協商 而這樣的一個協商如果一定程度達成的話 我覺得美國也會多看以色列他相關的一些利益 去盡可能去符合以色列在這個區塊上面的一個利益 是針對這個議題 紀文哥你怎麼看 因為以色列自己現在也很忙要他讓這個愛國者 其實以色列在周邊的國家這樣打到現在 其實最主要就是以哈衝突 以哈衝突的外裔效應 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胡塞武裝不斷針對紅海的船隻進行攻擊 連美國海軍的航空間都要退避三射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黎巴嫩的真主黨不斷的在他的北疆與乙軍進行互轟 那其實他們互轟的這個方式也非常的單調 就是真主黨發射火箭彈或火炮 然後乙軍進行火炮還擊 然後順便派出空中力量對他轟擊 這已經是成為他們這個交戰的模式 但是大家現在擔心就是乙軍其實按捺不住 他希望徽軍派地面部隊進入黎巴嫩南部 剷除真主黨 但真主黨力量很強 他的人數其實超過十萬人 遠非哈馬是可以比 也因此如果在這戰爭一打起來 我認為他的規模劇烈程度 勢必超過以哈戰爭 這個對美國來講當然不樂見 因為他有極可能被捲入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要極力按捺 這個乙軍對於黎南這場戰爭 不要輕言發動 好那說回來到俄烏戰場上 我們來看到 哲倫斯基他的動作了 他跟歐盟簽署了安全協議 歐盟將確保從2024到2027年提供烏克蘭 500億歐元的烏克蘭機制 哲倫斯基強調說這一項協議將載入歐盟 無論內部制度有什麼樣的變化 這27個成員國支持烏克蘭的承諾 而在前一天烏克蘭呢 也正式啟動了加入歐盟的程序 歐盟把挺烏承諾寫進了這個協議裡頭 是在為最近這個歐洲級右翼崛起 對支持烏克蘭的衝擊做保險嗎 漢廷你怎麼看 我能看這份協議的內容呢 它並不涉及共同防禦條約 就集體防禦條約當然沒有 那主要都是軍事跟國防上 就物資上的一些支持 或人員上的訓練 不過我注意到德新社的一個報導 它裡面講說 這一次的安全協議呢 只不過是一個政治意向 並不具有法律的實質拘束力跟約束力 所以關鍵在它裡面所說的 就歐盟無論內部制度有何變化 就為什麼當前歐盟緊鑼密鼓的 要趕快跟它簽協議 而且還趕快讓它加入歐盟的進行程序 所以主要是兩個部分 第一就是在7月1號 匈牙利就會成為歐盟的輪值主席國 那麼對匈牙利來說 他先前對烏克蘭都是比較反感的 他在整個俄烏戰爭上是比較親近俄羅斯的 那麼他也先前發表了 他對於俄烏他一旦成為輪值主席 那麼他對俄烏戰士的態度是什麼 他就是不會把援助烏克蘭放在第一要務 因為他認為應該要結束戰爭 恢復歐洲經濟 這是他所認為的主張 而且因為他在一些少數民族的問題上 跟烏克蘭有很大的衝突 所以先前也極力地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 那麼7月1號他就要當主席了 所以當然要在7月之前比較力挺烏克蘭的 希望能夠把程序都進行到底 而第二個就是因為選舉剛結束 歐洲的右派比較新奇 所以右派對於說未來 如果整個歐盟的成員要擴大 或者是要有更多的人進來 這件事情天生是比較反感的 這也象徵著烏克蘭如果要加入歐盟 前途跟難關非常的多 為什麼呢 因為包含在前兩天 就是同時間在進行的 烏克蘭說我們要加入歐盟 但是歐盟才對烏克蘭的雞蛋跟糖 恢復增加了他的關稅 為什麼 前兩年因為俄烏戰士說我不整理關稅 表示我支持你 可是這就導致歐盟內部的農民吃不消 烏克蘭的這些雞蛋農作物大量的湧入 所以如果在這件事情上面 歐洲都為了要照顧自己國家的農民 而給烏克蘭恢復了關稅 那更何況是未來讓你加入歐盟 完全免關稅呢 所以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 他未來要加入歐盟的挑戰 而再一個呢就是所謂 他如果要加入的話要符合重重的條件 第一個就是所有的歐盟的國家 都要看你有沒有一個符合我們的標準 即便都同意了 還要回到各個國家內部的國會要通過 所以不是說這個歐盟集體決策就好了 它是要落實到每一個國家內部的國會議員 都要支持有沒有要讓烏克蘭加入 因為最大的壞處 就很顯然烏克蘭的財政是不行的 那未來等於歐盟的所有預算 都必須要算上烏克蘭這一份 要有大量的財政援助 那麼現在比如波蘭或者是匈牙利 它是可以從歐盟的這整體的經濟當中 分到一點資金的 它是可以獲得一點錢的 烏克蘭加入之後我分的錢就少了 搞不好我還要貼給它錢 所以對於富裕國來說它的這個負擔增加了 而對於比較弱的國家來說 那它未來能夠分到的東西也變少了 因此呢當然是困難重重 法國的生態部部長 他就曾經接受烏克蘭專訪的時候就說 哎呀這個烏克蘭如果要加入 這個可能是要數十年才能夠完成的事情 好我們來看到 因為烏克蘭在戰爭當中可以撐到現在 大家都說要歸功於美國的大力援助 不過牛老師我們想請教您了 因為川普在辯論會上說 如果他當選總統的話在就職前 他就會擺平這場戰爭用什麼方法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是川普的一個競選的一個策略 我覺得韋侯蘭的一個程度 其實還蠻高的 因為畢竟他的競選策略 就是針對你拜登的一個弱點 意思也就是說 拜登搞不定惡烏的一個局勢 搞不定以哈的一個局勢 而且疲於奔命 讓美國的一個國力整個都越來越衰弱 我覺得就是說 拜登他相關的論述是針對 我覺得川普相關的一些策略 是針對拜登施政上的一個弱點 去進行相當程度的一種攻擊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這應該是川普的一個競選策略 他針對拜登的一個執政的一個弱點 去進行猛攻 因為畢竟拜登執政的過程中間 以哈的一個戰爭 或者是俄烏的一個戰爭 拜登都搞不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川普就用比較誇大的一種方式 或者是畫虎爛的一種方式 希望能夠去把 不滿拜登執政 搞不定國際局勢的 這些選民 給拉進來支持自己本身川普 但就是說我覺得川普要去解決 在整個就任前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困難重重 因為畢竟來講的話 你似乎是 你也沒有籌碼去搞定俄羅斯嘛 你難道真的會用武力 就跟俄羅斯去PK一番嗎 我覺得不可能有這種情況嘛 要不然的話 如果今天你另外的一個情況 是用經濟方面的圍堵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就經驗顯示 俄羅斯在美國聯盟的經濟圍堵之下 越圍堵它越富有嘛 因為它的內需產業整個又上來了 那還是你川普要用一種 對烏克蘭施壓的一種方式 要烏克蘭去讓步 或者是割地這樣的一個情況 去滿足俄羅斯的一個需求嗎 如果川普你真是記住這樣 全球溫點 進展環球打針 健康 死亡 都跟薩羅斯貨 是 是 沒有